再来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个面包机竟然会从天而降 差一点砸伤人 在15号上午有机车骑士 行进新北市板桥的县民大道三段 突然天外飞来一台面包机杂落在地 不但发出了巨大声响 而且碎片还四处喷溅 警方互报后立刻赶紧现场处理 追查发现竟然是附近住户 从楼上丢下来的 机车路口停红灯 没想到下一秒 不明物体从天而降砸落地面 发出巨大声响 瞬间碎片四散 其实吓坏了不断抬头看 这东西到底哪来的 听到声响附近住户也吓坏 凑近一看发现竟然是台面包机 慌张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板桥区 15号上午9点多 其实差点被面包机给砸中 惊醒瞬间全被拍下 而警方货报也火速调查 面包机怎么差点就变成伤人力气 据了解是三四楼的住户 疑似情绪不稳 不小心把面包机往窗外一扔 说信没有砸伤人 否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不过这行为实在太危险 警方后续还是依公共危险罪 将人送办 记者潘文玉张事奎新北报道